大家好 我是玉峰的書 歡迎收看今天的暗影快訓 今天要來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這一次的大賽 Strategy Pickout 這是第二次的舉辦 由官方去選擇出特定的類型的卡片 把它組合成一種跨職業的遊戲模式 這個模式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這一次官方有進行一些牌組的變動 然後做到一些調整 我個人是認為 看起來是比上一次還要平衡的 因為上一次有一些職業真的是比較偏烈士 像是主教跟精靈 因為他們太次爆發 然後牌組的穩定性不太好 那麼這次最重要的選牌的規則就是跟上次一模一樣 首先會出現三次的關鍵卡片 分別是第一 第八 第十五次 這個最關鍵的地方就在於就是 你要在第一次時就決定你牌組整副牌 你這次要玩的走向 然後第八跟第十五次時就是再去強化你本身的走向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卡池A跟卡池B 更會出現六次 所以他是輪流輪著出現的 那分別出現在二四六九十一十三 以及三五七十十二十四 卡池A卡池B的牌我個人是認為就差別不太大 反正就是出現什麼就選什麼 所以基本上卡池A卡池B就是稍微看過然後懂就好了 那這次的獎勵也是想送得非常的好 那接著我們就進入到就是平卡的階段了 那以上的內容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然後就簡單一個參考 那我是依照上一次的經驗去做到一些的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我誤會的地方 那歡迎大家在留言的地方指證我 或幫我做到一個補充 那這一次啊Strategy Pickout 是從九月十六號到九月二十七號 這期間啊你可以無數次的挑戰 我記得挑戰次數是比一般的大賽還要來得多的 那這次啊我們今年的職業就叫做使用章數 不明思義就是用連擊來去對出高的爆量的傷害 所以說我覺得精靈的關鍵卡牌來講的話 李謝娜我非常不建議選 因為他真的太慢即使你的傀儡都來滿手 你還是會疊很慢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李謝娜一定要吃你 李謝娜要進化過後才能開始刷 那上一次的經驗來講的話就是要選甲蟲 甲蟲就是為核心 所以甲蟲是第一個優先要抓的東西 其實要抓的就是神鐵鏈之術 因為他可以讓你的傀儡也可以獲得這個加攻的效果 那我個人認為阿爾巴塔可能你就掛個一兩張就好 真的也比較多 因為他本身結場比較偏平凡一點 你也不太可能會拿來結場 就是瘋狂的A對面頭 那有時候這個兩點傷害也不需要補到 因為如果你的傀儡真的流靈夠多的情況下 霍魔蟲隨便都可以砍到什麼10攻加12攻之類的 那你這個阿爾巴塔多補兩攻 很像沒有什麼P用 而這次多新增的就是亞里莎以及拉提卡 拉提卡是可以選的 那我個人是認為 比阿爾巴塔的順位還要來的高 因為拉提卡 在這個模式下去堆到12次連擊 是真的還蠻有機會的 甚至如果你天狐的情況下 我猜啊五費就能夠做到 但普遍來講的話 我還是認為破魔蟲跟神體練之術 他的卡牌張術啊需求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我會覺得這兩個比較好上手 那你想玩拉提卡的話也是可以 那再來就是亞里莎 亞里莎就是單純的一張鋪墊的牌 就不用多想 就是中間中間 如果你覺得他跟著旁邊有很好的東西就是順便選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卡值A的部分 卡值A的部分的話 那有這種流點的手段 像是全神關注 然後又可以過白 那這種就是好卡 那對空射擊可以一費直接跟傀儡 然後做到一個回首小環 還可以讓甲蟲假回甲 那這種牌也是好卡 通常也是會盡早就是把 你已經確定了甲蟲的情況下 就是把回首多抓 然後再來就是英雄的覺悟 這一張牌我個人不推薦 因為他比較屬於是鋪場型的 那很明顯嗎 這次我們就是要走一個OTK 所以鋪場型的英雄915這個是不會考慮的 然後再來就是漢姆妮呢 漢姆妮可以選 但是不建議就是超過三張以上 因為他選用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複製 你原本不夠多的甲蟲 如果你原本甲蟲選不夠多 你可以去漢姆妮先複製 但是這種要吃combo牌 就是你的甲蟲要先來才能打放了姆妮 你就覺得說沒有到那麼的好用 可可蘿就是很中庸的過牌可以選 鋼燃暗器時不推薦選 因為他是回合結束時才會給你複製 而且你是OTK牌主 要拿到這個空過 然後可以做到一個很優秀的結成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結線人偶跟轉動發條 其實人偶來講的話是很中用的牌 他可以選的原因就是 他可以幫你留一張0的懸石傀儡 那很長的情況下就是你拍了結線人偶之後 你就不要拍傀儡去幫他結線 你傀儡就是扣在手中 轉動發條也是很直覺 就是二費直接拿兩個傀儡 這個還可以戰場嘛 那這個就不能戰場 你只能很蠻目留你 就是把你的上下線再拉更開 就看你自己的決定了 元素斬擊我個人是不推薦 因為自己本身如果不是有很多 同時間有很多的集齒從手的話 元素斬擊就算堆到四次的效益 也沒有到特別的高 補面決議是可以考慮的 而且快速補牌 如果你的補牌手段沒有的話是可以考慮 但是我會比較推薦後面的補牌的手段 經濟之身 通常是應付內戰 或者是對面比較會撲 但是他會損耗掉你全門手中留的傀儡 那這張牌是可以選 但也是比較普通 中間中間廢棄物 這個反而是我比較推 他可以無痛折牌 然後也可以幫你留兩張的傀儡 精靈女王看到我是幾乎會必選 因為你大部分的結場就是要靠他來幫你撐 因為整套牌組結場方面你要去流零 你結場會很吃緊 艾之奇蹟 我沒有很推薦 原因就在於他要先吃掉你兩張流零的牌 你才可以發揮到他比較好的效益 生命的聖焰也沒有到很推薦 那同樣的原因就是他有可能要先吃掉你兩張的流零 那你可以直接拍 但直接拍的效益就很差 我還蠻推薦的 一樣就是跟那個飛機物蠻像的 先拍下去可以留到很多的零 不偶像 針對環境用的啦 但是我目前觀察下來就是這些牌組啊 大家都蠻會撲的 不偶像可能發揮並不會到特別的好 所以這張牌要不要就看你自己覺得就是說 現環境有沒有大怪比較多才會考慮 幻獸保衛者 最後一種情況下就是你的回手選的特別的多 你先把回手的手段給確保了之後 再去選幻獸保衛者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家瑋我不推薦 因為他無法做到一個流零 但是他的結場上是還蠻強的啊 就是要五費時直接進化 然後可以做到一個三個點位甚至四個點位的結場 還不錯 那如果你要選他就是 不是把他當作是用來combo的手段 是把他當作是穩定場面的一個手段 塞德斯 沒有很推薦 因為通常這種防禦的牌嘛 就不太冷門了 而且塞德斯就有點尷尬 鎮定之戰 回手選爆 而且是過牌回手選爆 小妹我不推薦 因為你要耗你四張的手牌才可以去丟這個大炮 那結場效益以現在這個環境來推斷的話 應該大家都很會撲 那你只會射到一隻伊伊的話 就我完全不知道能幹嘛 異祥妖精喔 這個可能意外的會是強喔 就如果你有選了很多很多的傀儡的手段 你可以選異祥妖精喔 現偶大師 通常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張就是通卡中的神卡 你先強下來之後 你只要能確保 就是各費的節奏的傀儡 至少要有六張以上 那你現偶大師只要每次marking marking 你卻留超多零 之後隨便甲草都可以隨便斬 所以OK 大自然導引就是森林之障 那就是選爆 看到就可以選 也不要選太多的回手 就是如果操作十張以上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猶豫一下 那術院的雙劍 說實在的我沒有很喜歡 但他就是一張中中中中的牌 後期可以補傷害 然後也可以用來解答大怪 但是還要取決就是 你能不能就是死到十個從者以上的話 他的效益才會再更好 因為他會減費 不然的話你會覺得他有點虧到節奏了 底希特 我這個順位蠻高的 因為他會幫你補血 虧了也就等於說可以幫你續命 那我覺得這張超級強 持歐者算是很下位的里希特 也是可以選 最好的節奏就是一費現偶 那二費可以持歐者 然後持歐者送掉 那通常也不會在一費打現偶 那通常二費 就是直接持歐者 然後三費死 再一次用這個現偶大師 配上持歐者給的傀儡 梅西亞 梅西亞這個選擇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 你既然玩的是OTK甲蟲的話 你就不用期望於會打到十費可以梅西亞 那通常來講 梅西亞你就把他想成是 比小梅還優秀的單截大怪的手段 如果你覺得你環境很多大怪的話 可以考慮 妖精的旋律 我前面有講的打場面的不錯歡迎 這張甚至我會認為是比經理支撐還要差的 因為他不能搭配到傀儡單位去做到一個撐場的動作 所以我沒有覺得很推薦這張牌 阿莉亞的旋風 還蠻推薦的 可以同時間過大盾 又可以去掃對面的大場 尤其在這個環境下應該是很需要這種LE的手段 遠古精靈 超神的卡 你只要前面有琉璃的情況下 你的靈都可以直接防備 你可以先拍一排的傀儡 最多四個傀儡 然後遠古精靈拍下去 回首我再拍四個傀儡 收集塔東西 但是這種牌 就要看你的傀儡數多不多 再決定就是到底要選到幾張 森林妖精 森林妖精 比較起來的話 我認為沒有到傀儡那麼的出彩 但是還是可以選 他有個營火 那有時候必要的時 你可以去直接進化 用營火跟妖精 幫你做到一個回血的動作 那前面不是說 抽牌都比較去選一些 比較像是這個生命的聖夜 這種類型的抽太慢了對不對 這個小金的賢者 就真的強啊 你就等於說你拍下他之後 你所有的零費傀儡 都可以幫你過一張牌 超自己堂的東西 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所以我覺得這張牌 可能會意外的好用 另外一個就是換後玩熊 就可以幫你撐一下場 而且基本上啊 你要去疊到兩次 用傀儡去疊 也是很好做的一件事情 畫皮他就是不可多得的消失的手段 那通常不會選擇太多 因為他算是一個防守用的牌 漢姆寧 一張牌如果吃到進化點可以複製兩次 算是比較有一個塔能系的選擇 靜力超偶斯 有時候光靠靜力超偶斯搭配到整體練人數 你就可以直接靠那個玄石傀儡 即時走投然後就可以贏了 所以靜力超偶斯有意外的強 這張是可以考慮的 大概是裝上一點點 人偶斯的一些應付環境還蠻好用 而且會給你三個傀儡直接三張琉璃 然後再來就是三紅具 可以過牌 然後可以五費直接丟 然後也沒有辦法按六兩張零 也是一張蠻好的強卡啦 那我覺得他最優秀應該還是極奏的活用性 可以直接過牌 靈野領袖 不推薦不推薦這什麼爛東西 六倍時我們就直接要用甲蟲或拉提高斬殺了 誰還在跟你那邊鋪大場 琉璃然後可以刷連擊的迅風妖精回收手段 也是可以選 那有沒有發現 A B 池當中啊總共回收超級的多 這邊有對空這邊有 森林之男這邊有大天爪 你這邊有迅風妖精 所以你真的不用太擔心就是說 會缺回收的手段 那你就要去盡早的去確保你的破魔衝的數量 就可以影響到整套牌組的強度囉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特殊卡的選擇吧 那特殊卡簡單來講的話 這一套就是一套比較屬於協作 然後總數的牌組 那講到協作中數嘛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開車的手段 然後強力鋪場的手段 所以我們就朝向這個目標去做到一個選擇 那這樣第一排來看的話 梅西亞通常不會用到 就原因就跟前面的經理一樣 通常都只會拿來做到一個解場 解大怪的手段 所以他選擇的順位還蠻偏下的 再來就是里歐德了 里歐德來講的話 你必須要在進化點的回合 直接硬去進化去蹲他 其實還蠻強的啊 因為這個模式下的環境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鋪場 然後里歐德想要鋪著 那蹲在那邊 對面都通常不敢去冒然的 就去做到一個鋪場 所以里歐德的順位 我個人是認為還是蠻高的 然後接著是李仙娜 李仙娜不要選太慢了 真的不要選 阿爾貝爾這一張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是可以選 但是沒有說很需要去選多 除非你本身就已經選到有夠誇張多 你又可以很確保就是說 你常常都會留一隻的 從著變成一種死命每一回合 都是武廢武功打頭 這樣才可以選比較多的阿爾貝爾 不然的話阿爾貝爾選多斯 你可能場面會比較維持不了 魔將赫克托 通常看到就直接選了 一鍵反場 還是強 真的還是強 如果現在有四末末更強就對了 岩獅大將軍 我覺得這個選下去就是 上限跟下限會拉的非常的開 我個人是沒有很推薦選岩獅大將軍 因為整套牌組啊 你比較少那種抽牌手段 你就會覺得啊 你浪費一次的抽牌的機會 你進了一張你用不到的牌 而且七費牌真的是太重了 另外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自己去選牌 你夠了很多的抽牌手段 你有可能會加速就是岩獅大將 去抽到手中的機率 他就成功跳出來之後 你才覺得他有夠強 所以你只能就是選到之後 就要瘋狂的祈禱說 不要不要不要到我手中 不要拜託 君尼的猛虎看到必選 前面的機咒超強 後面又可以維持一個高優秀的斬殺 所以君尼的猛虎尤其是搭配到二費 你直接下暗影收割者 三費直接君尼猛虎 直接起飛超強 滅絕的士兵長 也是跟君尼猛虎一樣 就是三費可以做一件事情 然後七費拍本體 又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撐場 結場 所以這張也是一張強牌 加爾瓦也是可以選擇強牌 因為他本身可以當一個終端 然後機咒一又可以打三 如果我個人認為加爾瓦你要選的多的話 就是你的抽牌手段要維持得住 因為如果一費打三打出去 雖然說還是蠻優秀的 只不過手牌速會消耗的很快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卡池A的部分 首先這邊要講一下 雖然說獻偶大師本身很強 但是其實在皇家的特殊卡這套牌組當中 我沒有很推薦獻偶大師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為什麼我不推薦原因 那這是第一張的傀儡嗎 然後我們看下去 斜線能偶是第二張的傀儡 好沒有持偶者 你沒有發現嗎沒有持偶者 那再來的話再看下去 哦有有持偶者 那現在有兩種傀儡了 然後再看下去 哦三紅劇哦 等於說你選的仙偶大師 總共傀儡體系的話就有四張牌 四張牌的話你仙偶大師選起來 你可能無法去出發到他這個效果 所以我的建議是你在前期 就是在前面的實選之前 如果你沒有確保到有就是結線人偶跟 呃持偶者要六張合計六張以上哦 如果你沒有確定他有合計六張以上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直接放棄傀儡這一走啊 暗影收割者 這張牌你選下去之後啊就是要確保就是說 你有足夠多的猛虎 就算你沒有猛虎好了 你也可以去找到死海金屬巨星 在三倍時做到一個很好的場面 然後直接鋪場三倍的 或是直接去壓三頭犬白骨七梅拉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節奏 那本身啊我覺得這一張牌 暗影收割者也等於說是關鍵卡牌啦 你可以看光看暗影收割者 就決定整場比賽的神父 雷威翁魔獸時 他的優秀點就是六費死那一波可以鋪四隻 然後如果你有搭配到風神時尤其的強 但是如果你沒有配到風神的時候 可能他沒有到那麼優秀 那另外重點就是他是一個雷威翁類型 如果你想要跟佳爾搭配的話可以把他選起來 城市的盜賊 這張就比較推了 因為他本身會給個環境之間 而且本身的協作又很好觸發 伊怒凱洛也是比較偏推的卡片 如果你手牌很吃緊的話 他就可以無限幫你回手幫你省支援 還能夠在環境當中做到一個進化的AOE 這張牌我個人是沒有到特別的圖 因為在這個模式下大家都比較偏是閃點單字單字的怪 你無法去做到很有效的減傷 而且啊 城市的灰龍亞瑟才一攻 你在前期做節奏時也是 也不知道能幹嘛 然後也不能在二費時做到兩次的協作 對整體來講 灰龍沒有到很強 翹貓上將 欸 這張牌就還蠻不錯 你前期可以打節奏喔 後手又可以直接做到一個搶血 鋪長 聖劍之光小隊長 後手特別強 那算是一個鋪墊牌啦 怨戀咒啥者 可以做到一個很有效的過牌 那進化時會可以做到雙解 我個人會認為這張是還不錯優秀的卡 黑蒂歐 黑蒂歐來講的話也是三費很好的節奏 我認為可以多選 那之後那個殭屍啊 直接回合結束時會跑出來 又可以用到即時打頭 橫木之海 缺牌的話選 那整套特殊卡來講的話 我覺得你抽牌至少要四到六張 會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抽牌配置 安寧的女王 沒有很推薦 在啦 能進化他就盡量進化他 還是不錯 那可以很有效的成長 這張牌 我覺得要看一下你的構築 假使你選的都是這種 有羨慕的從者 像是黑莉歐 白骨七梅拉 三頭犬 這類型的從者比較多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利用到進化時的 歐西里斯的效果 直接去忘人召喚把他叫出來 這樣的話才會覺得這張牌有他的強度在 九吞童子 可以去放個大概一到兩張去備用一下 他算是一個功能牌 可以幫你之後一攻一個血的同者 做到一個有效的即時打頭 還不錯 天霸風神斐蘭 這張跟炎盛大將軍的效果有點類似 但我自己還蠻傾向於斐蘭 反而是可以考慮選多的 原因就在於斐蘭之後還是可以給獵人賬掉 那等等到獵人的時候再講 那斐蘭來講的話也是在整套牌組當中啊 幫助你提升上限一個很關鍵的手段 所以我個人認為斐蘭是可以多選的 那不要超過三張以上就好了 極盡之旅元帥 我覺得可以稍微選個一兩張啦 然後整套牌組如果有些進化到他 可以幫你很好的刷血做 然後他跟斐蘭有點像 可以給獵人賬 獵人賬的話最高的機率就是賬個2跟4嘛 那你通常可以把你順便到手中的斐蘭賬掉 或者去占掉極盡元帥就有機會直接去做到很大的鋪場 然後或者是直接進化極盡元帥 但是戀人我個人認為他也是一張雙面刃 一個原因就是他有可能會被消失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你有可能手中都是法術牌你占不掉 還有就是你可能轉錯的東西 你不會想要他體質很差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2跟4的從者是不是比較優秀 原功跟2號我覺得這張根本就是神卡 選爆就對了 你直接拍可以單回合跟機械搭配到的話還可以搶血 那另外來講的話你3費如果直接拉出黑力歐 哇那就直接起飛了 那同樣也是考慮一下就是你3費的從者多不多 如果自己覺得就算他拉到完木之還好 原功跟2號本身可以卡那麼多次 又可以幫你多綠一張牌這個效果 我就覺得超值了 三體幻冠算是一種終端啦 如果我個人是沒有特別的喜歡 原因就是他有點大 整套牌組可能會比較追求於就是說 在中期的時候或者是用謝莉亞來做到一個收頭 那雙體幻冠就是可以考慮選個一兩張就放這而已 紫骸金屬巨星 這張反而可以多選 因為你在機咒30可以打一個機咒的效果 白骨骸克就是如果你的牌組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安捏爾 那白骨骸克選多一點 就會讓整套牌組越強 但其實白骨骸克還有個好處就是 你自己砍掉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比較不會推場面 那靈魂轉移很簡單就是一費單抽 那你看到他的時候 如果你缺抽牌手段 你沒有滿足到四到六張這之間 那你就可以考慮選他 漢姆林 由於整套牌組啊不會去選傀儡 我個人認為漢姆林沒有到很理想 由於他的活用性跟後面的斬殺又可以鋪長 所以我會把他優先選 這張也是順匯滿高的一張咖 激動任鑿爵者 基本上鑿爵者會比較喜歡運用安捏爾叫出來啦 那你要本身的鑿爵者的話 會希望他是進化之後 把你做到一個堆疊寫作的次數 這張不差 只不過以這一套特殊卡牌組來看的話 你並沒有什麼太多的汪者召喚手段 所以你無法用到這個特殊的召喚 把激動任鑿爵者叫出來做到一個很有效的結場 莫德雷德 我個人認為亞瑟都已經選不太下去了 那這張的順匯就更低 當你缺牌時 這張其實是所有抽牌當中 我個人認為順匯比較高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二費時可以做到一個戰場 還可以順便疊一次的協作 堅盾戰爭也是協作牌組當中的話 在後期時可以考慮選了 那有時候那個小小的一個盾可以起到奇效 白骨奇眉 推薦就是跟前面的養豬做到一個搭配 那就一起選 單頭犬也是跟雅筑一起做搭配 要認知鬼村 這張牌來講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軟機有點慢 那是屬於一種中庸中庸 沒有到特別理想 當然也沒有到特別差 綜藝劍是艾莉卡 這張反而我就很推了 由於就是在這個模式下 有可能對面的抽牌沒有進來時 你就可以直接用秘藏之間去限制他的手牌張數 那他只要拍下一隻大怪直接被你扛死 你就覺得超爽 而且本身的活用線 又可以拿來做到一個街場 創造單子 安涅兒 由於前面有看過就是觸發死靈術的手段 並不多 這邊就有白骨怪客 然後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月念咒殺者 所以你就覺得安涅兒其實沒有到很影響 所以安涅兒我會認為 你有確保有拿到了白骨怪客 跟月念咒殺者六張以上的話 我才會覺得恰安涅兒有他的價值在 而在後手時可以幫你做交一個響機 後手比較有優勢 信念之劍三 我自己還蠻推的 因為他可以做到一個變咒 通常只要兩張從著在你場上時 你就可以考慮開貝里昂的號令 古之貴公子 其實我是認為古之貴公子大多的情況下 會讓你比較卡場 那同樣是比較適合跟暗影收割者做搭配 那他其中最適合搭的反而是跟白骨奇美拉 你可以自己送掉之後 直接把兩張的生出來的白骨再去貼古之貴公子 那你就無限的白骨派對可以玩了 那哈特那哈特 我認為在這模式下看到就必選的卡 因為在這環境有很多很多的四孟默 你就是要選到咒家女王那哈特 才可以做到一個很有效的AOE 這張牌主要會看曲線來選 他不差可以去砍一些進化從著 也有機會讓你場上的一一自己送掉之後 讓傑諾直接踢頭 可是要吃combo 所以他的順位沒有到特別高 但是可以選的牌 死靈衝擊 看到就選 沒有啦 但剛剛可以選的二到三張 也是你的牌主的斬殺 所以我才會說後面的靠鋪場的 什麼炎絲大將軍的這種斬殺 就沒有很靠譜 或者是像加爾瓦這種斬殺 就只能當作是額外的 那主要還是要靠死靈衝擊的提前斬殺 像像三級通怪也是太慢了 所以我比較推薦的是用死靈衝擊斬殺 五費的凱爾波羅斯 其實這個節奏還是很強 但他強歸強 還是輸接下來這一張 四孟默 四孟默最優先 其實凱爾波羅斯 那再下去的話就是三紅巨偶 三紅巨偶啊 他是一個特例 就算你沒有選擇到前面那些虧偉手段 他五費直接拍十也是一個很優秀的節優場 你可以直接解到三個點位的小怪 然後自己本身進化可以解到七七 最後就是施必念 這張也是一張強牌 你一費直接開機之後就要一個壓力 六費可以直接開本體也是一個很大的場面 尤其是搭上風神時他特別的厲害 吉爾特通常就是一費的仇 你就把他當作是靈魂轉移吧 那如果你都是選一隊的一一一一對的一一 會生各式各樣的骷髏 那我比較建議的就是你去選自己砍自己的 那如果你是比較注重於 你每一回合都要鋪一隻二費的怪 然後做到一個場鴨來講的話 我會認為無名絕毅比較強 無名絕毅滅亡目之海 可以同時在場面上做壓力 又可以做到一個護牌 不會讓你有虧己咒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連擊機械 原本上一陣連擊機械啊超級爛 就是因為你的斬殺手段只能靠打米阿 人他們本身要胡的話也是偏難 但是這次多佳人莫諾 不過這次莫諾是新的莫諾 他要讓全場加加才可以飛起來 所以還是有一些combo在 那整套牌組來講的話上限非常高 下限也非常之低 他很吃你的觀念 你必須要combo打起來 然後你的降費費數的運用要運用得好 他有機會獲勝 那我覺得最重點就是 關鍵卡當中你要去決定 就是你要走莫諾走還是達米安走 我基本上都是推薦走達米安走 因為他比較簡單 你只要能刷地費之後 照著旁邊的機械桶子鋪一排 那達米安衝出來 就可以直接用他的吉池 拉瑟諾基亞 鑽頭 莫諾的話等等再提 他需要去搭配到其中兩張牌才有效 大多啊就是看到達米安就是選達米安 達米安先優先 那之後啊你就要去找的是 極旋魔導蘇士跟逆末涅母 極旋魔導蘇士跟逆末涅母 至少合起來最低要求 我是認為要有三張 三張的話你才可以支撐就是 後期的那些爆發然後PP魔術秀 那剩下像是 呃鋼鐵大氣之神跟坦特拉 我個人認為選的順位就比較下面一點 坦特拉還可以 新的坦特拉還可以 但是舊的坦特拉就是真的真的真的 有點爛了 鋼鐵大氣之神是打一個爆發 如果你有成功讓達米安降成閃費 你可以一回合衝突很多達米安 但是有沒有聽到一個前提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達米安 你的鋼鐵大氣之神才會強 所以 期費真的太慢了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卡吃A的部分了 首先就是鐵甲獨角先 如果你在前提時就能做到一些交換時 你就可以讓他一直成長 他只要有其他機械從的就加一加一 你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壓力 而且通常你很容易做到一個PV魔術修 他可以直接分裂 分裂出來的更多獨角先 也可以幫你做事 艾亞龍的殘骸 我覺得水的順位沒有到特別高 因為我比較期望於就是說 用231或者是奇心的魔法去快速的抽 那艾亞龍的殘骸他比較偏向於就是 你還要回合結束池才會再抽 然後就幫你過一張牌給你一張生長機械 比較偏爛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你可能會比較齊向於的抽牌手段 應該像是機械生命體 然後搭配到機械魔法術師 讓你的機械卡 全部一直回1.1.PP 那這邊還要特別提一下 如果你已經開過機械魔導殘骸 你又有開過利摸捏姆的效果 利摸捏姆的救贖啊 就等於說是零費幫你回1.PP 我覺得機械巫師這一套啊 是比其他牌組更吃抽牌手段的 你可以去選到6到8張的抽牌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機械術手衛 基本上啊 他會選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 就是要跟機械索衣蟲去搭配 如果我認為他比較吃combo 我沒有很推薦 噴射巫師 我也沒有很推薦 最主要是他的體質超差 2.1.3 機械萬奇導師 還蠻優秀的 順位會比噴射巫師高 之後還可以用一個必殺做到一個白票 這張我也覺得蠻不錯 很好的鋪墊 也是例內過牌手段 磁心機械也是可以考慮 然後他的那個小機械補血嗎 你就可以去跟你其他的牌做到一個搭配 尤其可以跟機械編針女去做的搭配 這樣的話會格外的強 尼古拉看到也是優先選 可以直接幫你飄掉一段大怪 然後之後可以幫你拿一張金狼一擊 優先選奇心魔法 如果硬要比較來講的話 我比較喜歡是機械生命體 然後其實還是奇心魔法 所以說你看到這兩張的話就是 先選機械生命體再選奇心魔法 機刃爪精靈可以選個一到兩張 然後可以搭配到回手 讓你一直衝那個機刃爪精靈 坦德拉反而是我認為 可能選不太下手了 這個順位沒有到很高 近段與均衡可以選快速幫你抽率 最主要就是趕快幫你找到 跟這些中間鋪墊的牌 像是說書人以及尼姆尼姆 機械人我說真的沒有很推薦 機械說一種說實在的可以考慮多選幾張 但是如果你選的越多 你抽牌的純度加越高 才可以維持住你的手牌 生命修復 如果你是玩莫諾走 你確定你要走莫諾走 那你就是要去找到生命修復跟機械編生女 只有這兩張牌可以跟莫諾搭配 一個就是你只要吃機械就是全場補血 那他一張牌就可以當回做到全場補二 那如果你是復仇莫諾就可以帶全場跑起來了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機械編生女 機械編生女搭配到說書的情況下 你一直補自己的頭 讓全場的機械全部進化 全部加到體質 就算不是機械全部都飛起來 那達到莫諾是最好的 所以你要不要選莫諾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你要先去抓機械編生女 跟生命修復才是一個優先點 約定之花 原因跟艾亞龍的殘骸一樣 我個人沒有到特別的喜歡 克里夫特 順位蠻高的 看到也是幾乎優先選 因為他只要兩次連擊之後 可以直接看你機械卡張數 做到一個很有效的結場 在進化時三次連擊後 還可以直接用進化結場 可以直接做到一個三個點外結場 基硬飛一 可以讓你的蟲子直接飛起來 所以說順位也蠻高的 是一個很優秀的卡 我比較傾向於就是直接高爆發的快速的抽 像是機械生命體或者是奇形魔法 所以他的順位是比這兩張還要低的 他可以做到一個很有效直接入場打二的這個效用 但就只是順位比噴射無時高而已 那機械編生命女 順位挺高的 我會蠻優先槍 你就算不是摸摸牌組好了 你也可以做到一個很大的場面 只要有一張的說書 就可以很盡情的一直補 一直buff 紀律的技能 這算順位也蠻高的二費直接鋪兩張生產機械 後期還可以讓你免費的做到進化 機械化女修士 沒有到很推薦 更睿智的成果 我覺得選的順位也蠻優先的 甚至是比基板傭兵還要來的好 因為你機械永遠不缺 你可以去吃利木涅姆的救贖 還有各式的生產機械跟小型的修復模式 鐵散精靈 這張牌我就覺得沒有到那麼的優秀的 原因就在於他原本最強的地方就是這個降費 但實際上你開了說書跟利木涅姆之後 你就覺得除了進化點可以多幫你抽牌以外 他沒有太大的幫助 機子狂人伊維爾 這張反而就可以選了 最主要他可以直接給你散散修復模式 然後你可以單回合直接用伊維爾做到結場 而伊維爾在這場時 你要記住就是他會先鞭打你自己重整 然後再去做到一個結場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自然體系這邊 自然體系這邊很明顯就是 四費的拜迪被拔掉了 可能真的原本官方審視之後 覺得四費準時拜迪太強了 尤其選到什麼好幾個拜迪 都給拜迪玩就好啦 所以說這一次你反而要去找的關鍵牌是 托特 貝德爾狂獸跟 米斯特丁娜與貝迪啊 這是最強的 那其次來講的話應該是要找 森林之影拜迪 再來就是四孟默就是這樣 那我個人是最優先推的是 先把托特給抓起來 因為畢竟貝德狂獸你必須進化到他之後 才有比較好的效益 而米斯特丁娜與貝迪啊 沒有撤退嘛 就是衝那一波 如果你打不死的話 最後還是要靠托特收頭 所以托特是越多越好第一優先 妙魯跟自然體系非常的搭啦 那這張牌是可以蠻優先的選擇 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 把你補牌的手段 野心瑪娜這張牌的話就是一費過一 中間中間如果你缺數就選 那他的未來 這張牌反而是我認為比較好的 你可以給拜迪吃 給母之死他一次 還蠻優秀的 向陽的邂逅 其實我之後想想 這張牌我就沒有到什麼推薦了 原因就在於就是說 他是抽皇家護衛的卡嗎 雖然說他可以 有機會幫你必抽 米斯特丁娜與貝里昂 但是你就要看一下購主是不是必抽 因為你有可能去抽到槍斧戰狼 或者是帕特里克 你兩張貝里昂就選一個向陽邂逅 你三張貝里昂就選兩個向陽邂逅 這樣的搭配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費只抽一個叢者 我個人認為沒有到很好 而且整套牌組啊 可能協助次數並不是太好做 所以你很難去做到就是後面的零費抽一 那如果真的要抽牌的話 我比較推薦的是後面的余未知的相遇 他同樣是一費 可是他直接幫你抽兩張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參浮戰狼順位沒有到很高 原因就在於 如果你要確保下一線又去穩抽的話 不要選槍斧戰狼 大地元素師 通常這個效果會比戰浮戰狼還要強 但是他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鋪從者 然後給一個數 異族制裁者 比較適合是跟你的牌組 也有很多很多的 琉璃術的情況下做到一個搭配 但是你有選了很多博愛的藝人 或者是歡迎這種氣息選比較多時 你這一張搭起來才會強 那這張是你要開始選之後 就之後就選他越多越強 比如說你在後期時 你直接拍下三隻的一族制裁者 你就一次中一顆樹直接打三點 這樣才會強 不然的話你沒有開始選他的話 你之後都不要選 採集的獸人 他最主要還是要跟旁邊搭配 做到一個進化琉璃 但是我覺得這張沒有很強 因為他太失進化點了 溫暖998是一張抽牌卡嗎 那我前面不是講的說 一費抽一最好的是未知的相遇嗎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因為他會恢復PP的效果 就等於說一樣是一費抽兩張牌 只不過他需要先融合一張卡 相處的失戀 這張牌來講的話就是 強化版的奈塔拉的未來 對於龍族來講的話非常好用 妙族少女 說實在的由於牌組啊 你沒有要必抽什麼東西 所以我認為妙族少女是偏差的一個選擇 寧願就是你直接二費去打一個從者會給輸 之後用一費的數據率 或者是直接用秒讀一費去疊很多很多次數 然後一費的秒讀啊 直接去幫你抽三張牌 旋風一龍 那我個人認為跳費的手段不要超過九張 法罪狙擊手 由於整套牌組啊 是砍越多速傷害越高嘛 所以法罪的順位也蠻高的 而且他是一個很有效的雙減 如果戰場上沒有其他從者 只會回復PP 所以這張牌通常都只會當做一個解禁的效果 可是這個解禁的效果 你看一下 他雖然有一個穩定解鎖的功能 但是你要確保一下說 你六費是不是只有固定的從者 算的話 你選這張牌真的皮要偏差 那這張牌就是要看你的構築 才去考慮要不要選 復仇的白刃阿尼耶斯 由於數有多超好將 所以我認為阿尼耶斯的順位可以擺高一點 這張牌就是一張雙面刃 猛煙暴龍 我自己很不喜歡就是二費的單姐 陰陰環境來講的話沒有到很強 所以我沒有很推 史詩犬 這張牌我就還蠻喜歡的 你可以去跟一族制裁者搭配 做到一個流零 然後一次拍藝術制裁者跟旁邊的食詩犬 一起去多到一個堆疊跟隨機結場 如果基本上食詩犬能出來的時候 就一定是一張3-3的途徑很強 勇武的團姐 單姐來講的話 比起就是猛煙暴龍至少他是一費 所以這張牌是還可以選的 位置二強宇 前面有講過他有多槍就有多多槍 所以就盡量選他吧 由於現在已經沒有四費的敗敵 但是現在主要還是考託特 他可以給你比較多的數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雷丁迅猛龍的順位 應該還是比較高 會比就是直接單單鋪場 然後加體質 像是大力元素質還要來的好 這張牌不差 那如果你想要打場面的話 才會考慮可以直接進化 做到一個5-5的戰場 風暴元素質 我個人認為這張牌超強 他非常高機率就是一張突進4-3的從者 然後你直接還可以多拿一顆樹 應該就是二費之中的戰鬥機 博愛的藝人 順位也很高 因為他可以直接幫你做到二費過一張牌 其他都是二費 還要再讓你多花一費才能重數 他直接零費重數 重啟 抓牙的戰鬥兵 也是我認為跟上面比較起來來講的話 是比較強的一張牌 如果你的跳費沒有六張以上的話 就直接看到龍之騎士就選吧 有多的跳費才可以做到很好的砍術運用 花你這種氣息 就有一張琉璃 中庸中庸 爭奪的出題我沒有很推薦 因為他是一張二費的單截 莫斯寇果實 這邊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一費集有喵嚕的話 必抽喵嚕 可是如果你選了十四拳 他有機會幫你抽到十四拳 所以你要自己衡量一下 那我個人認為喵嚕是比十四拳還要來的好的地方 是他可以做到很有效的幫你補牌 所以你就要看你就是你一費的從者是什麼比較多 再決定要不要選多一點的莫斯寇果實 就是奮勇的獸人吉娜 那這張牌來講的話 有比順風易龍稍微強一點 睿智的成果 因為你看下來會知道機械卡的數量真的非常的少 那大多的情況下 你就會直接把他打出去當做一個三費抽二 那三費抽二的話 我寧願就是在三費的時候直接選擇 鋪一張二費二的從者 然後再多種一棵樹 卡拉特 樹櫃沒有很高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他還是一張單截 唯一的小小亮點就是 在後期時幾乎可以看作他是零費 對好的我們現在先暫時介紹到這邊 那這次介紹了使用 章數特殊卡連擊機械以及自然 那下半集的話會把 蟹木曲從者機械護符還有進化給補齊 應該會在明天早上或中午的時候 對因為有點長 不想讓影片的時間拖太長 你們應該也看不太下去 那就這樣啦 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